你好 歡迎收看9月4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陸宇慧 閒置多年的太平榮家舊址 經過台東縣政府及國財產署努力 將朝高齡照顧園區來規劃 4號下午雙方在北南鄉長代表局 縣內的各老人會代表見證下 舉行簽約儀式 正式委由台東縣政府辦理交商 預計在年底之前會公開上網 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來招標 未來要成為台東最大的高齡照顧園區 在北南鄉長代表及縣內各老人會代表見證下 縣長黃建廷及國有財產署長曾伯基 一同簽下合作改良利用契約 讓閒置多年的太平榮家 將轉型為台東面積最大 功能最完善的高齡照顧園區 民國93年的太平榮家結束 我們把所有的農民全部簽到馬南榮家 集中在現在的馬南榮家裡面 馬南榮家這邊當然裡面現在有醫院 然後跟農民服務處全部都在這地方 這樣照顧上面其實效果上面都更提升 太平榮家這個基地 這個閒置了之後 空出來以後 其實我們就跟退府會 然後跟國產署開始進行洽商 其實目的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能夠去讓它活化活用 也一方面可以促進地方的發展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們可以增加國庫 甚至憲庫一點點的收入 這樣子 我們除了做健康園區以外 也有部分的土地辦過用 然後給相公所這邊未來新的辦公室 或是部落的集會所或是活動中心 這樣的一個機能 從來沒有一個案子是這樣子面面俱到的 都是一路滴鐵撞撞 大家在衝突之間這樣子進行 但是我們這個案子 其實大家看到這麼和諧一致 其實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半 如果不是國產署新任台東縣政府 可能已經上市賣掉了 但是10.5公頃 這麼漂亮的一塊素地 台東縣政府這幾年的credit非常好 所以剛剛講到收臺 它真的是點亮了整個台東 舊火車站的市中心 我們今天也期待 有這麼好的一個合作開發案例在前 太平榮家也能夠因為這個案子 再次成為貝南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中心 本案預計將在年底前完成上網招標 目標希望新建具有照顧、醫療、居住、 預防保健功能等高齡養生休閒長照園區 也盼吸引更多退休人士及國際人士來此常住 記者潘俊爾台東市報導